被称为全球最大规模的选举 印尼总统大选在昨天晚间开票出炉 民主奋斗党候选人佐科威以53.15%的得票率获胜 佐科威出身平民阶层 与印尼的精英阶级保持距离 有媒体还称他是印尼欧巴马 究竟佐科威在民间的形象如何 我们连线到正在印尼的记者卡罗令带来说明 卡罗令 好的主播 印尼金总统佐科威 印尼化叫做佐科威 出生在索罗一个穷和穆江家庭 从05年当了两届 佐科威的习惯是没有富庭兴选 担任四党期间 他每月不领取政府薪水 而用于集军又在民平民 佐科威2012年以招票当选首都雅加达省长 值得注意的是 这位平民省长以台湾怨言神厚 他在从政之前 经营家具公司和台湾 南韩和日本有生意往来 经常前往台湾处理业务 也天天红海集团进去印尼 而佐科威的对手 普拉波沃 印尼化叫做普拉波沃 是印尼政治军事人物 出生于印尼最富有家族之一 独裁者 舒哈多前女婿 曾经领导特种部队 1998年5月13日 印尼爆发冬乱 暴徒在各大城市进行规划性 针对华裔社群的屠杀 普拉波沃被指在幕后指挥 这也成为落选的原因主义 那么以上就是印尼前线 对总统大选的观察 后续消息 我们将为您掌握 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